新疆的风到底有多大 带你们出去感受一下 我现在在新疆的乌鲁木齐 接下来我准备走 S101国防公路 全程是300多公里 现在先去亚洲大陆中心去打个卡 大化西游万亩桃源 这里还有个齐天大圣 我的面包吃的底盘高 在路上走起来都是飘的 我感觉我方向盘都握不准了 你们看这个桃树 全部被吹的 就是斜着的 在这边新疆的桃树 真的是太牛了 生存下去真的是太不容易了 这个杆是被吹弯的吗 还是说栽子的时候 就直接是给它斜着栽的 它这个风直往那边直 我在乌鲁木齐市里边 带了一个星期 治疗我这个颈椎 一个疗传是七天 开始慢慢接受颈椎病 它不是一两天就能好的事实了 把这个带着 然后不能受凉 看手机不能太低头 反正就是要好好改变我的生活习惯 现在外面的风超级大 我现在到了亚洲大陆中心 S101的起点 旁边还有个售票的地方 我刚问了一下 里面的门票是三十块钱一个人 我就不准备进去了 在外面 飞个无人机就行 这风子太大了 天呐 一直提示的是 飞机遭遇长风 它这里显示流氓沟道 百里丹霞 是路不通的 我想去看看啊 因为现在好多人想要走这个101省道 但是不知道前面的路况是什么样子的 然后去看看 现在路通没通 先打红到硫磺沟 中国航游 然后这里 现在是路通了 Let's go 百里丹霞风景道 把一勾方向 这里面车特别少 外面全是这种丹霞地貌 很漂亮 产生的 这个位置 前面他帮个我的行人爸爸 要走下面 改道了 好大的石头啊 掉下来 闲着办法 够黑 如果 12公里前面 从公路养护的 各种娃娃机 这个地方如果下雨的话 估计不危险 滑坡路段 行物逗留 我本来还想拍个航拍的 算了 看着 我的手都出汗了 这边这个地质太松软了 估计一下雨就滑坡了 五十五十五十七公里 五十五十七公里 五十五十七公里 五十五十五十七公里 差不多了 辛苦了 这个羊又是另外一种品种了 还是这种 咖啡色的 刚刚上前面看的 是白色的羊 美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